敬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 新时代的艺术家们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和最新的演绎科技 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在两个小时的晚会中每个节目只有三到五分钟 短时间内极其精准的艺术表达是摆在导演团队面前巨大的难题 进入新时代以后的无论是国际国内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力 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对我们艺术家提出了非常高的创新的要求 从装束到表达情感到对形调度到所对位置动作都必须在此情之景当中 如何让演员们更快更好地走进历史融入情境 导演组和主创团队带领大家在上海中共一大会纸等地 开展学习体验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 我们是用艺术在解读一个档次 两个小时的台本通常应该在一万字左右 光收集资料就几千万字 此次演出使用大量最新演绎科技 把声光电网等技术与表演拍摄紧密结合 呈现出一场光电高科技盛演 所有的灯光大屏幕等等设备都是国产的 包括我们现在这次用的一些AR手段VR手段等等 包括即时拍摄这些手段 都是目前在演绎科技里面最领先的一部分 文艺晚会现场共有近八千名演员 轻情演出 夜以继日并肩奋战在这场情景史诗排演中 对所有演职人员来说 也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和精神洗礼 在这一次百年一遇的晚会上 我们就踏踏实实地把老百姓 包括我自己对于党的这种情感 说出来它就是母亲 它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我觉得我在台上 我唱的是自己对这个国家 对我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这种热爱